鐵皮屋平房屋內竄出濃煙 向後隊員到場趕緊先將鐵捲門破壞 拉水線管救 碰一下一聲 鐵捲一下 出來就都會煙 不過在消防人員還沒有到場前 期貨的平房內有一家五口 受困在裡頭 最小的只有一歲 所欣當時這名來送雞蛋的送貨員 靖英勇為翻過圍牆 破窗救人 這時候我有聽到聲音 所以我就又爬牆爬到後面 然後全部都在裡面 被他破壞的窗戶就是這個 不只範圍小孩與隔壁的圍牆相鄰 送貨員破窗後與鄰居借來鐵踢 將人移移救出 因為主要是他們自己有辦法上來窗戶 我才有辦法把他們拉出來 我聽到有聲音 他們都躲在廁所那邊了 送貨員也說好險一家五口 有自行先逃到後面的廁所 不然火勢太大 他們真的也無能為力 但也多虧消防人員還沒有到場前 就先打電話給受困的一家人 要他們躲進廁所 還要把門縫塞住 爭取救命時間 先打電話通知他們 那教導他們在浴室 他們先行躲進浴室 然後他們有先關門 關門是最重要的 那避免火焉清醒 自發在屏東酒爐一間鐵皮屋平房 18日上午8點多 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起火燃燒 一家五口受困 所幸健英勇為的送貨員 及時破窗 以及向隊員的線上指導 才沒有釀成悲劇 不過還是有三人有輕微嗆傷 需要住院治療觀察 記得屏東綜合報導